第1394章中篇真王碟写 无怨树敌 那便将蜜还回来 五开口 真王领域中的智强武器 刚出事就失联一部分 这不能忍 看来你是在惹事啊 执意与我为敌 王轩说道 给他下通蝶 再敢惦记他还有他身上器物 可能会死 五刚才还在想 如果对方还回来蜜 彼此见好就收 都有个台阶下 今日暂时到此为止算了 结果 蜜算是肉包子打狗了 落在对方身上 听那意思 已经算是这位神秘真王的物件 反过来开始对他警告了 你这是下定决心 要与我们决一死战 武尘声道 他口鼻躺血 战衣破碎 一片烟红色 他拎着方顶又到了 轮动下来时 附近的腐朽宇宙大爆炸 像是深夜中有大面积的烟花盛放 本是漆黑永急的深空镜头 今日从未暗淡过 持续焚烧着 符文刺目 真王大战波及太广了 破坏力过于甚人 这种层面的战斗一旦开启 动辄会影响诸事 波及古今时空的稳定 王轩一点不处 劈散着黑发 大巴掌直接就消了过去 带动着道则碎片沸腾 急在顶壁上 打得十顶巨阵 至于另一位真王 杨 则是被压制得很惨 现在 王轩一只手始终在对着他 指缝尖的沙不断落下 成为沙铺 最为关键的是 杨躲避不了 无论消失在何方 都有沙力落下 他像是被全面锁定了命运轨迹 对于真王来说 这就有些可怕了 本是超脱因果命运外的存在 现在却被人纠缠着 如同戴上枷锁 他法思散乱 半边身子都破碎了 到处都是真王血 白骨森森 看起来相当的惨烈与可怕 纳沙力还在持续低落 每一粒都像是一片宇宙 内部有无尽星系在转动 冲击力可怕 杨便是真王都承受不住了 他养伤这么多年 第一次发动大战 结果就遭受这种血腥的困局 他现在像是出局了 暂时帮不上真王 五 王轩一只手杨沙 将他按在一边 五 身材高大魁梧 压迫得附近的宇宙都在晃动 轰鸣 他面色冷酷 真王气息折人 在他看来 今天的经历还真是新鲜 过去从来都是他收割别人 现在反过来了 有人盯上了他费尽千辛万苦 才得到最强真王武器 他迈不间 周身大到河流环绕 宛若是道的主宰 左手五指齐张 向着王轩抓去 瞬息 在他左手中 出现王轩的身影 那道身影并不是王轩的真身 但却像是有了联系 似要成为一种宿命 仿佛那就是他的归途 五的右手拎着顶在虚空中挥动 很是豪放 也信 似乎要直接打爆诸天万界 但是 仔细观察 顶的轨迹又是那么的灵动 锐光亿万缕 没入不同的时空中 五灰顶 静等同于泼墨写字 煞时间 完成一天真王纪文 深空的镜头发出宏大的声响 纪文释放无量光 彻照永恒 像是在昭告诸天万界 王轩觉得 自己的真身要被置换过去了 宛若要承接五左手中 那道身影的宿命 人生被安排了 确实不俗啊 尿顶生花 蚊子落下 化定真王的命运轨迹 五 我小去你了 王轩说到最后 一声大吼 顿时天崩地裂 深空暴碎 他争断某种镣铐 轰得一声 五手中的身影消散 而深空中的璀璨 纪文天章则焚烧了起来 化成灰烬 五的嘴角躺穴 倒退出去很多步 他心头略显沉重 伤体未复 仓促之间 自身险些遭受反噬 你将十顶送我赔罪 今天可以善了 王轩开口 一念间 顶鼓发光 遇到圆池内 蒸腾起数百种超凡因素 每一种超凡因素 像是都对应着一个源头 并聚显出来 而在各的源头中 像是都孕育着道之萌芽 这一刻 道之萌芽在各自的源头中破土而出 流动着莫测的力量 随着王轩的顶鼓发光 它们速速生长 随后 划动出数百道恐怖的光束 宛若真王挥剑 超凡源头之主挥刀 当各种光束横扫 道牙震动间 打得真王领域中的至强武器 石鼎 都发出恐怖的轰鸣声 嗡嗡俱阵 附近的时空崩塌 破碎 这要是在有生灵的大宇宙附近开战 会发生灭界惨祸 扑扑扑 在武的身上 血光不断溅起 强大不朽如它的肉身 都被洞穿不少部位 它面色奏变 这个神秘争亡手段无穷 不可预测 王轩研究了太多的经文 看到过各种奇景 这是荣惠贯通后 信守年来 随心一而演化来的妙法 他曾观六诸道之萌芽破土 很可惜 都停滞了 没有成长起来 但他颇受启发 自身推演与开拓后面的大道轨迹 你 我确实被惊到了 这是一个相当可怕与棘手的争亡 无论怎么回想 都没有此人的印象 贵方莫不是在上一次真实大战中没出世 一直直伏到现在的老怪物 至于现实中 目前不具备那种可能 因为六大源头未归一 纵然有在三个大境界的六破者 当下也无法终极一跃而尚为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现在的真王全是古老到不可想象的存在 皆是活化石 若是让他知道 这是一个后世真王 打破了那种恐怖的界限压制 在英六地界未合一时 就成王了 估计他会发毛 而且 他大概率会联合其他真王共同出手 现在不制裁的话 以后麻烦就大了 五 全身都在飙屑 一些部位前后透亮 他不得不爆发 真王符文沸腾 其手中的石顶轰铭 顶口吞噬万道 要将诸室附近的腐朽宇宙都吸进去 你要送顶和简吗 王轩开口 在其头顶上方 云霞蒸腾 像是有数百个源头在沉浮 各自当中的道之萌芽在变化 道芽 持续共振 各自承载大道真行 在枪枪声中 扫出的气流还有光雾在化形 成为各种可怕的兵器 王轩的周围 从仙剑到天刀等 应有尽有 蒸蒸作响 都是大道气流所化 向着五斩去 五披头散法 发出大吼声 他体外的真王符文被斩爆了 固体的道运黯淡了 手臂险些段落一条 石顶差点飞出去 你在逼我啊 五血淋淋 战衣暴碎 可以看到 他的肉身和精神最深处 有一片奇景 发出刺眼光滑 封印着了不得的东西 又像是某种力量 王轩一惊 但是未动声色 仔细观察 那是 某种灾难奇景吗 也是真王所谓的伤 被迫压制那种恐怖的气机 以血肉之躯和精神封锁 他没有开口 借机关魔 想了解得更透彻 五 你疯了 伤势都快化掉了 你这样做会前功尽弃 杨精心惊地意识到 五要发疯了 五要是出了意外 他现在被人用纱布针对 压在一边 那很可能也会跟着悲剧 就你话多 王轩单手杨杀的同时 更进一步针对他 暂时舍弃武 轮大巴掌就向杨善去 他才不怕武发疯 若是有变故 出现什么天灾等 驾驭迷雾中的小船 先避开此地 回头再来收拾付出惨烈代价的舞 杨承受了王轩的猛攻 感觉无比屈辱 他虽然在对抗 但是被无尽的杀力宇宙压制着 身体破破烂烂 有些不知了 主要是他真不想解锁 释放体内的问题 关键时刻 他没有能够躲开 脸上竟然挨了一巴掌 这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奇耻大入 有那么一瞬 杨自己都想解锁了 比武都冲动 但是 他知道真要这么做 未来暗淡 还有什么可期待的 虚 你快复苏 出来 他以原神咆哮 并且以精神焚烧出一天秘文 带动着诸事都在轻颤 他在唤醒某位存在 三号本土下 极暗阴影最深处 原本空极无一物 可是现在却散发出 无以伦比的骇人神话波澜 像是有一个新超凡源头在复苏 诞生 让那里绚烂起来 大物流淌 一道虚影争断缠绕在身上的大道锁链 从那里走了出来 王轩在暴击阳时 心头为惊 果然在那三号本土下也有一尊真王 六大超凡源头无例外 至于阳 他只是坠落在三号本土的归真其境中的真王 而非原本就棋居在此地的恐怖存在 我自身问题很多 还差些没有解决 你为何现在就唤醒我 虚开口 但我中带着不满 我有劫难 杨回应 武顿时止住了 有一位真王出现 他自然不会冒险行事了 他还想在未来更进一步呢 没事乱说什么 王轩逮到杨死磕 想彻底打杀掉 各种手段都从武那里收回来了 集中在他身上 杨差点原地爆炸 虚明显和他有交情 不再说话 横渡重重腐朽宇宙 急速赶来 武赶紧趁此机会压制自身的问题 各种真王及符文全部内敛 封锁体内那股恐怖力量的源头 啊 杨犀利惨叫 真有点防不住 自己再不解锁的话 这个神秘真王就要帮他解锁了 他在噼里啪啦地爆体 部分真王骨都断了 肩胛骨都被打爆出去了 王轩认为 估计没时间帮杨解锁了 因为虚就要到了 真王辐射的符文先制 而武也不会真看着杨出事 所以 他突兀的改变目标 无论如何 今天都要取得重要战果 一时间 他手中的沙全部落在那 他正在压制自身体内隐患的武的身上 而且 王轩的鼎鼓蒸腾光芒 那些显照出来的源头中 破土而出的道之萌芽都在摇动 大道气流化成飓风 全部轰向武 即便武在戒备 持顶护体 但面对这种疯狂的攻击 一味真王全力以赴的爆发 他也挡不住了 主要是内阴 让他陷入两难的境地 刹那的猛烈冲击 生死间的搏杀 无血肉模糊 一条手臂断落 拿来吧你 王轩夺顶 成功斩断石顶和武的联系 武怒了 羊也发飙了 还有虚横渡诸多大雨就赶到了 三大争亡爆发杀意 王轩觉得 他们太冲动了 有失冷静之心 他决定不和他们一般见识 因此 他一边挑衅着 一边驾驭迷雾中的小船 没入漆黑的深空中 哪里走 三大争亡追杀 想死的话 你们就没完没了的来吧 王轩发话 倒是颇希望他们解锁 爆发 他请客间消失了 王轩稍微冷静后 有些生气 他麻得一号超凡源头下的巨人 有守土之责 却什么都没做 在看戏吗 很快 他无声帝回来了 进入一号超凡源头下 准备找这个巨人谈心 这么淡定 是行神将死吗 想被送走吧 第1395章中篇六大真王起初是 新神话大世界有两个超凡源头 相对应的极暗阴影 自然也有两处 王轩无声帝来了 最先发现他的反而是极远处 那个布偶 他一身漂亮的红色衣裙 小小的身体精致 完美 栩栩如生 当他在二号源头下看过来时 煞时间复苏 不再是布偶状态 宛若化成了迷你真王级的仙子 他很吃惊 真王大战在深空中爆发 无比血腥与激烈 真王血都在四溅 可是现在正主之意居然摸到这里来了 王轩对他点了点头 还能怎样 总不能踢上白袍 将六大超凡源头下的真王都给锤一遍吧 他在一号超凡源头下的黑暗中性走 终于 惊动了巨人 铁链撞击声传来 前方亮起朦胧的光 王轩遇发来气 他在前方厮杀 这名真王在大后方刚睡醒 你都活了数十上百计 大多数时间都直伏不动 怎么睡得着 你是哪位真王 巨人开口 源头之主级别的存在突兀到来 让他坐不住了 站起身来 严肃戒备 王轩打亮此地 源头下对应的极暗阴影 果然属于造化地 不只是道运浓郁 还接近大道 清晰可见的道之痕迹缭绕着 王轩神色不善 站在迷雾中 冷淡地开口 你吸收一个超凡源头的底蕴 借此养伤 可当上方发生大战 真王来袭 整片神话大宇宙陷入动荡 要被颠覆之际 你却不管不问 要你何用 他相当的直接与不客气 没有任何的委婉与掩饰 主要是自身在雪拼 死亡却在睡觉 实在是很恶劣 远处 容貌精致绝伦的布偶真王露出一色 感觉这位神秘真王太强势了 遇到谁都想给一巴掌的样子 他可是亲眼目睹 这位和两位真王激烈血拼的过程 刚下战场而已 就要发起新一轮王级大战了 我没注意到 巨人回应 当然 现在他缩小了 比常人也就高出半截躯体而已 看起来能有三米多高 真王死磕 你没感应到 王轩都想善他大巴掌了 那么强烈的真王波动 也会漏掉 没脑子吗 但是 很快他又将后面想说的话语咽了回去 因为 这名巨人真没脑袋 巨人缠绕着大道锁链 身体健壮 皮肤流动着骨铜色的光泽 他有嘴巴 但是以上的部位都消失了 血淋淋 当年不知道发生过怎样的血腥薄杀 巨人的经历看起来相当的惨 比武和阳的处境差太多了 巨人解释 平日 我大多数时间都在沉眠 除非有带着敌意的生灵接近 不然 我只有小部分时间是清醒的 可探查此界 你这意思是 我对你实在是太好了 没有恶意 所以我在上面大动作 你在这里安心地呼呼睡大觉 是这样 我早先确实没觉察到不妥 想来是道有心善 巨人认真地说道 王轩顿时无言了 这是老实人 还是粘坏的老巨人 巨人真王所说若是为真的话 那么上次初代寿皇呼唤他 没有得到积极会回应 也是这个原因 王轩看着他 围绕着他转了一圈 发现他已经诞生全新的元神 在血肉中流动着刺目的精神之光 相对其肉身而言 这种新元神还不够坚韧与圆满 这名真王的肉身着实很恐怖 但在这个领域中 比上五的真王 五 还要强一截 这应该是王轩遇到的肉身最强横的真王 同时 王轩有些怀疑 失去救援神 这老年巨人都能恢复到这种程度 当年的多么的变态 别的不多说 既然你醒了 那就别光顾着几曲造化了 出奋力吧 背面的真王在谋划这个超凡源头 他们的徒子徒孙想逐刀此戒 你跟我去杀个真王 王轩平静地说道 参夺他出事 联手去狩猎 巨人真王很是郑重 道 猎杀真王 这可不是小实践 道有慎重啊 涉及到源头之主的生死 这有伤天合啊 王轩想歪着脑袋看他 进行行为上的鄙视 这种话也说得出口 你的脑袋呢 人脑袋都给打没了 还有伤天合 都不用去问 当年的血腥大战可想而知多麻残酷 能将这个级数的巨人摧残至此 出手者最起码的是真王 巨人解释 我这是特殊年代的旧事 破离了六大超凡源头 自然不用讲究 必须得欲血搏命才行 王轩辰声道 我就问你一句 他们若是恭敬一号超凡源头 你是否出手 难道你只是寄生于此 真就什么都不管 他们可以看着六大超凡源头腐朽 但是不敢争个针对此界 将之早川 巨人很肯定地说道 为什么 王轩问道 巨人解释 毕竟 可能存在从阴六地界走出去的生灵 王轩一听就来了精神 有必要和他好好聊一聊 详细了解情况 但眼下不合一 没时间了 他们若是执意闯入此界 我可以去阻敌 还是那句话 真王能不杀就不杀 有伤天合啊 巨人说道 王轩想将他残缺的那块脑袋 也打掉算了 毛线各天合 一会儿你帮我挡住一个旧行 道友 三思而后行 我们的所有行为 最终都会体现在归真中 巨人的话语戛然而止 因为 王轩拎出十密 都准备砸人了 这没头脑的巨人废话真多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他们如果杀入我界 我可以帮你挡住一人 行 我记住你的话了 你可别乱许诺 王轩点头 他有超纲的速度 还争不处被争亡围堵 接着 他快速练画蜜 眼下用得到 短期内可以提升一定的实力 他也是在今日第一次接触真王级武器 果然很特殊 嗯 五 你这老小子将一旅元神寄托于真王武器中 王轩发现端倪 二话不说 当场薅出来 活活练死 迷雾中的小船原本就很特别 有意识的生灵 若是实力不如王轩的话 被置于船上 会陷入半魂恶状态 五的一旅元神自然没法和王轩相比 因此不灵光了 现在被王轩反复炼化 搅碎了 烧成灰烬 接着 他又效仿无节真圣 召唤出一只规则土狗 一口将灰烬吞掉了 王轩是真王 演化的规则领域 自然也是相应集数 土狗很强 令残余灰烬全面湮灭 接着 他将十顶取出 里面果然也有五的一缕一世 处在魂恶中 被王轩果断而迅速地磨灭 违禁物品蜕变到一定程度后 可以化形 成为血肉之躯的生灵 可以说 有的真王都可能是由违禁物品进化而来 但真王领域的武器 不具备化形属性了 因为若是还有意识的话 那就是真王了 而非武器 十顶 没有自己的意识 有的只是大道规则 王轩点头 武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像是又反扑归真了 说到底 这件武器在某个阶段时 应该存在自己的意识 有机会化形 但是应该被其主人灭了 只单纯地既炼为兵器 斩断它蜕变为生命体之路 王轩用手摩缩十顶 现在他是无主之物了 确实很强 属于了不得的真王大杀器 他自语道 确切地说 你有了过度期的新主人 我还能用上一段时间 他很满意 这口十顶能提升他的战力 此长笔消 五 杨两人若是联手再来 保证打得他们无比惨烈 不过 巨人真王靠谱吗 到时候真会帮他拦住一个真王吗 王轩琢磨 要不要将石板中的女子召唤出来 他想了想 还是算了吧 现阶段不合一 主要是神秘女子投身反骨 上次居然想掂量他 万一到了紧要关头 石板中的女子 神 挑过头来 给他来一下狠的 那就麻烦大了 现阶段还有些危险 他和天灾有关 到底什么情况 先等上一段时间 王轩心中 琢磨着 而后转头看向二号源头那里的布偶 眼下 他说动了巨人 又开始打量这位邻居 恰巧 极致黑暗中 那个尽力的布偶真王也望来 奄然一笑 道友 三号超凡源头出现三大真王 咄咄逼人 听闻他们曾经已归征古城向你传讯 该不会威胁过你吧 要不要一起掂量下他们 王轩原本没有抱什么希望 随口一提 只是想观察他的反应 看他和那些人牵扯有多深 他没想到 对面的布偶仙子居然点头 微笑着答应了 道 他们若是进入我界 我可以挡住一人 王轩一争 他靠谱吗 居然这么爽力 他会出手 道友 我和巨人的观点一样 少杀真王 有伤天和 布偶真王笑着传音 王轩心说 你们一人帮我挡住一个 我自己肯定能猎杀一个 这不是在变相帮我伤天和吗 我明白 他点头 但是心中没有彻底信任巨人和布偶 这两个真王很怪 若是情况有变 最差能怎样 大概率是 五大真王同时围剿他 王轩私存 真能堵住他再说吧 若是出现极端情况 他会选择远行 将来再清算 把真王写洗干净 虽说最惨烈的局面应该不会出现 但还是有所预防吧 王轩不动声色 和留在三十六重天至高会议现场的分身共鸣 若有变 带走所有故人 糟了 深空镜头 五一的亮呛 手抚额头 感觉精神领域略为刺痛 他知道 寄托在石顶中的元神之光被磨灭了 太快了 这么短的时间 最强真王武器就一主了 我咽不下这口恶气 五全身都在流动真王符文 灼烧得附近的大宇宙都崩塌了 能感应到他在哪里吗 杨皱眉问道 我寄托的元神 是在一号源头那边消亡的 五回应 真王的感知太敏锐了 被杀掉精神之光后 他觉察到了 那就过去看一看 三号本土下走出来的真王 虚 但末地开口 人如其名 身在大雾中 身影有些模糊 虚无 但仍很强势 王轩踏出阴影之地 拎着石顶 准备大开杀戒 巨人跟着走出来 浮现在新神话世界中 此时有部分真圣感应到他后 莫不倒昔规则之光 接着二号源头下的布偶真王 带着大雾也出世了 化作血肉之躯 和另外两位真王站在一起 王轩回首 看向巨人真王 暗中传音 此一过后 咱们好好聊一聊 他想知道天灾的详情 还有阴六地界有生灵走出去的救世 虚 五 阳三位真王自身空尽头归来 没有任何掩饰 皆散发着滔天的神威 冰着新神话世界 此时此季 英六地界 六大真王同时出世 充满肃杀之气 彼此遥望 对峙 第1396章中篇六王混战 六大真王出世 在超凡界引发一股神话飓风 这是从未有过的可怕时刻 他们隔着无尽深空 无声帝对峙 整片世界都仿佛被冰封了 超凡音数似乎都被彻底冻住了 举世死急 没有声音 在一种难言的压抑中 很多超凡者想要大叫 但是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连很多强者都不能动弹了 渐渐失去自我 甚至 他们的身影在暗淡 像是要从整片时空中消失了 六大真王冷漠的对望 让新神话大世界都要熄灭了 在这样下去的话 超凡者将不复存在 纵然是诸圣都心经肉跳 都在倒退 有种想逃离这片超凡源头的本能反应 再这么下去 根本承受不了 虚 五 杨非常强势 没有任何遮掩 正是口观 踏足在一号和二号源头的融合的新世界中 这一刻 这片神话大宇宙 下至现实星海 上至三十六重天 从普通人到超凡者 再到所有警务 都要模糊不见了 灭界 六破领域的大能声音都不自然了 心头在发抖 六大真王杀意弥漫 会引发此界消亡 不 你不是一向中立吗 不会干预现世 据 你不是说 要保持长眠吗 杨开口 他们虽然踏破界关进来了 但是 没有立刻动手 都神色凝重地盯着布偶和巨人 王轩听闻后 立刻知道了 除缺布偶真王被武和阳以归真剧城传讯过 巨人应该也被联系过 两位道友 应当信守承诺 武开口 眼下问题很严重 这不是他们是否能避掉神秘真王的问题 若是布和巨两大真王站在对方那边 会出事的可能是他们 将血剑此戒 巨人开口 身为本地真王 自有守土之责 不能沦为此戒寄生虫 你等跨界而来 已经严重威胁到此源头的稳定 对面三大真王面色为变 心中很不满 这可和巨人过去的风格不一样 他守什么土了 一向不怎么管事 布偶真王开口 此戒 不允许开战 莫要忘了 真要毁掉一个超凡源头 后果难以预料 你们的意思是 若是在此界外部 你们两人就不管了 虚问道 他神觉敏锐 凝视着前方 煞时间 三人就杀来了 时空被逆转 万物的轨迹倒流 很诡异的画面 真王心有俗感 就直接到了眼前 他们居然抢先动手了 前所未有的一致 每一个人身上都在释放真王规则之光 成天的真王秩序神恋交织 构建出无上大王 刷的一声 大王落下 湮灭时空 想要覆盖王轩 他们明白巨人何不偶的心思后 就有了这种举动 想要将神秘真王裹挟出此界 联手起来猎杀 王轩眼中神王暴涨 三大真王连位出击 妄想将他解决掉 信心过分了吧 他立身在迷雾中 踏在小船上 刹那消失 怎么可能被他们罩在大道网路中 目前速度是他最超纲的领域 接着 他拎着石鼎就又掉头出现了 从一侧轰了过去 直接进攻阳 认准一个真王打杀到底 各位道友 何苦来哉 真王何必难为真王 有伤天和 巨人看到 但已经出手 去拦阻武 你们这种极数的波动 会毁灭这个源头 不偶真王出手 将海人的符文锁定在这片特殊的区域 没有使之扩张出去 他盯上了虚 准备挡住他 不让他们在这里发疯 东 王轩立身之所 在重新开天辟地 他撕开戒壁 锁定真王 杨 拖着他向里去 石鼎发出恐怖的真王符文 恨不得立刻将此人震爆 他精准地控制道行 没有扩散向远方 打穿这片时空后 前往漂流部的乱流中 甚至 这里都不在现代了 而是进入古代 也或许踏足到未来地界 武和虚如影随形 两大真王跟了上去 联手诛杀神秘对手 不管杨的话 他可能真的会出意外 不偶真王和巨人真王同步跟进 他们也同时具现在王轩开辟的 莫名时空乱流中 这片地带 有宇宙残骸 有世界孤岛 有永极的黑暗 更有无尽的混乱法则 因为颠倒了时空 造成可怕的因果结力 针对闯入的所有人 但是 身为真王 他们无惧这种改变时空的因果结 在意的只是对手 砰的一声 杨已经爆飞出去 他虽然拥有无上手段 各种妙法层出不穷 但是遇到了一位莽王 王轩拎着石顶直接狂砸 不惧被真王的超脱气场 无上威仪 现在他可真没那种形象 一瞬间 王轩双手分别持着蜜语顶 轮砸起来 如同大道风车在转动 绝对是想收割羊的性命 真王这样大动干戈 着实很可怕 事实上 到了这个级数 真要是动手 一击就能破戒 造成的后果 动辄就是大毁灭 现在 他连着施暴 没有了先锋倒鼓 也失去了空灵 有的只是勇武 血气滔天 效果还是相当惊人的 杨被堵住后 被王轩右手中的石顶 击爆了一条臂 被他左手中的密杂 绷了半张脸 杨张显万法 全身都是秩序神练 像是诸王在截网 但是转眼间就被对方强势破开 王轩鼎鼓中 冲出大量的云雾 很多个源头朦胧的巨线 每个源头中都有道之萌芽破土钻出 摇曳着令人惊悚的光束 斩爆羊的大网 就这么瞬息间 两人纠缠在一起 对抗了千百次 羊身为真王 大半截身体都已经是血流如柱 战甲都爆碎了 扑扑扑 他连着洒血身上有前后透亮的窟窿 被盗牙发出光雾扫中 被那如同飓风般的倒则撕扯 他的身体受损严重 尤其是 当他看到 对方手中石鼎开始向外落下杀力时 他的面色顿时就变了 早先吃过这种手段的大亏 还好 五何须转瞬极致 全部施展出真王手段 大道锁链落下 向着王轩尖头落去 刹那让时空乱流地带更为动荡 发生毁灭性大爆炸 不过 巨人和布偶也到了 依旧在拦阻近前的两位真王 这样纠缠在一起对抗 发生了恐怖的混战 布 巨 这里脱离你们七居的源头 无需守戒 为何还跟过来出手 须鹤道 今天有这两人干预的话 不仅棘手 他们还可能要跌血 出现祸端 布偶真王空灵若先 此时血肉之躯发光 回应道 此第一附在新神话大世界历史的时空中 你们在这里对决 同样可能会发生灭界事件 王轩醋梅 在这里大战 确实依旧可能会波及一号和二号源头 而且 这些人都跟来了 他反而有些放不开了 虽然布偶和巨人表现可以 但毕竟还没有完全得到信任 无论怎么激战 他都被靠虚空 不会进入混乱大战的中心地带 确保图围时不受任何阻挡 杨发飙 纵然昔年参与真实大战 他都没这么倒霉过 这才开局就暴毙了 半边身子血肉模糊 被人压着打 武和须应付着布偶和巨人 花更多的精力在王轩身上 不断打出道则光束 大道锁链哗啦啦作响 盘绕满虚空 无时无刻不想锁住那名对手 真王不染因果 寻不到命运的轨迹 一切都是相对而言 王轩的精神思绪急速流转 尝试动用竞法 他的指端 出现一团光 那是六魄领域的木 天真意的在此升华 真王及大幕扩张 笼罩了羊 在大幕上 燃起命运的烛光 缠绕着英国锁链 附着上了这神话之外的 勇集黑散的虚影 将对手覆盖 一时间 所有人的面色都变了 这让他们心头震动 因为 他们皆是在四个大境界 六魄的生灵 对第五大境界的六魄领域 木天真意 还在摸索中 根本无法突破 而眼前之人 似乎洞彻了部分本质 这就相当的吓人了 显然 他们遇上了非典型真王 王轩已经走通 五个大境界的六魄领域 只是最后的遇到 大境界才在路上而已 未到终点 也没六魄 不然的话 这注定会震惊 整片英六地界所有真王 王轩暂时以大幕扣住了羊 驾驭迷雾中的小船 转身就走 拉扯着对手 想将他带到无人的深空中 进行绞杀 不过 他的遇到大境界别说 第六次破线 正常境界都没圆满 所以和真王现在算是相仿 想轻易掳走对方 还不具备统治及力量 因此 当羊剧烈争动时 小船都在晃动 速度变慢了 后方的五何须都追了下来 没有被真正甩开 道友 你若是离开此界 我等不相随了 我们只是在守土 巨人真王在传音 王宣顾不上他的话语 从混乱时空中冲洗 各种手段齐出 指端蒂沙不断落下 压得羊血淋淋 半边身子烂掉了 还有道之萌芽在摇曳 光雾与大道碎片持续飞出 江大幕中的羊展的千疮百孔 你真以为我不敢于死网破吗 羊愤怒了 被逼迫到这种程度了 忍不住想解锁自身 破开体内体内的奇景封印 那里面宛若天灾流动 恐怖无边 好啊 我等你破釜沉舟 和我决一死战 王宣平静地说道 然后 他就再次加速 因为 五何须居然赶来了 两人和羊有展不断的联系 像是有大道锁链 化成是莫名轨迹 纠缠着三人 王宣脱离新神话世界后 没有远去 在外部围绕着一号和二号源头 若是摆脱不了五何须 还会将不偶和巨人引来 再次混战 他驾舟急速赶路 拉着羊横渡 像是在放风筝 只不过风筝上多了两个真王尾巴 王宣的精神领域 突然发出奇异的光 他在面无表情地开口 万象皆为虚假 思绪的起伏 演化万物虚影 蒙蔽了你真实的双眼 微真之路 只是你一个人的梦意 失去了真我 残酷早已发生 真相其实是在等你醒来 但你始终躺在冰冷的冻土下 再不挣脱私胆的牢笼 你将彻底死去 阳色面色变了 精神领域遭遇猛烈的攻击 竟有要沉沦的迹象 他含声道 你在施展争亡领域的诅咒 可惜 演出不成法 对我无效 他的原神发出无量光 在阻挡对方的侵蚀 我在拨开世界本质的迷雾 告诉你真相 你正在死去 王宣开口 杨寒毛倒数 事实上 对方演出成法了 大到痕迹清晰可见 环绕在他附近 他看到了真实的洞土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冰冷 第1397章中天王允 杨全身冰冷 内心最深处在冒寒气 他有种错觉 仿佛真的被埋在了洞土下 将就此沉沦 他奋力对抗 同时毛骨悚然 他可是真王 怎么能被人一言绝生死 真王对付其他超凡者 甚至是真圣 都可以言出成法 但是 想对付同领域的真王 那就离谱了 醒来 睁眼看一看 你安于现状 横沉洞土间 这是死亡的开端 你相信虚假的世界 却不愿回归真实吗 你所谓的归真路 只是其路 真实就在洞土中 等你接受现实 王轩口占真言 化作特殊的光 在洗他的肉身 也在洗他的精神 阐释世界的本质 事实上 在他一言绝争亡命运时 连他自己都相信了 因为在此过程中 他和唯一的道共振 共鸣 具现真实场景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这不是诅咒 也不是预言术 而是造化万物 以及灭度万界 在两者间构建 至强真王领域 比如现在 他真的造化出了动土 纵然是真王 都看不出虚假 弥漫着特殊的力量 将羊给撂倒了 将借此灭之 在这片奇景中 羊彻底惊悚了 他多次剧烈对抗 但是 在这里他在遵从 对方口中所讲 躺进寸草不生的动土下 羊你在做什么 后方 须在喊话 他觉得离谱 无比较有经验 喝道 让精神领域沸腾 挣脱出那种奇景 必须地改变你现有的命运轨迹 不然虚假会成真 他也涉足过相近的领域 早先他和王轩交手时 就曾借助最强争亡武器 石鼎 挥洒济闻 尿顶生花 书写王轩的命运 但是 他失败了 自己险些遭反噬 被手挣脱出去了 现在 王轩动用的手段 似乎属于那种领域的真实升华 连现实场景都出来了 那似是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 杨自然在全力对抗 可他像是被命运遏制住了身体 越发难以动弹 有冷冽的土落在他的身上 这是在被活埋 他惊怒 这种死法太憋屈了 他可是真王 怎么能容忍别人随口吐出恶言 将他葬下 任他挣扎 命运的轨迹像是被压制住了 无法改变 他的心灵蒙尘 有种有魂恶下去的趋势 这是什么见鬼的诅咒 他挣脱不了 陷入特殊的恐怖场景中 随着动土落下 他越发觉得虚弱 感觉自己真的要死了 他的真王领域被腐蚀 至高符文在熄灭 虽然竭尽所能地抵御 但都被对方的手段瓦解了 将他按在动土下 就差给他强行合上眼皮了 五出极了 伴着一声爆喝 他的精神领域扩张出去 化成一杆巨大的长脊 向前劈去 想要冲溃前方的场景 将羊从所谓的真实中拉回来 虚也动手了 人如其名 只是一道淡淡的影子 但是在他体内却像是有无量宝藏 供发出刺目的光 真王符文铺天盖地 化成宇宙洪荒汪洋 向前拍击过去 王轩急速改变方向 更迭真王轨迹 动土中正在放飞的风筝 也跟着剧烈颠簸 急速转弯 风筝后的两个真王尾巴也在变相 当当 石鼎发光 挡在王轩的后方 面对两大真王的攻击 石鼎承接了残波 发出轰鸣声 他确实无比非凡 抵住了真王的符文浪涛 我怎么可能会死 扬缓过一口气 从洞土下爬了出来 面色苍白 口鼻一血 且眉心都裂开了 他的元神之光在沸腾 要撕开这可怕的奇景 挣脱出去 王轩想诛杀真王 自然相当地吃力 这个极数的存在不好灭 他动用的每一种手段 都是推向最高峰 没有任何保留 这么难杀妈 他精神疲累 构建归真洞土 看着似是凡物 其实那些土质 冰寒之气 都是大道的痕迹 每一处都不简单 随后 他再次动了 即出石鼎 挡在后方 他的指端在流淌 晶莹的沙力 而后挥洒 在虚空中磕字 羊 一定要抵住 后方 武在大赫 并且再次出手 因为他看出来了 神秘真王刻写的文字 比他写过的记文还恐怖 会要自所的真王的性命 那是真实的道文 一撇一纳 即可造物 一横一束 便像是在重塑阴阳 自成之际 超凡源头共鸣 所有字迹 皆异异生辉 缭绕着大道真行 而且 这些文字 都是以实物沙力排列 构建成文 而每一粒沙力像是一片宇宙 内部有无尽星系转动 王轩这样书写真王领域的无上篇章 显得格外骇人 虚空中的篇章释放不朽的大道光芒 毫无疑问 这篇真实的道文 上显惊人 超越武的命运记文 向着动土中落去 啊 杨的精神领域在被灼烧 他忍不住低吼 承受不住那种冲击 很快 他沸腾的元神之光在暗淡 肉身在被那些字迹压制的破烂 真王血乱剑 这篇道文 定住真实的动土场景 也压住杨的命运轨迹 让他重新横躺在苦寒之地 难以挣脱 并且 这种篇章中的文字 都是由让杨吃尽苦头的杀力组成 成为大道痕迹的载体 更显得恐怖了 这不只是压皱了真王的命运轨迹 还将破灭其肉身和元神 在可怕的宇宙杀力下 在道文焚烧中 杨在暴血又暴骨 你到底想让我清醒地死去 还是想我昏沉地消亡 杨在动土下 惊怒交加 总算暂时摆脱心灵蒙尘的可怕状态 他一声轻叹 唯有解锁自身了 不然他真的挡不住 王轩驾驭迷雾中的小船 速度太快了 且不断改变方向 后方两位真王虽然在出击 但是 大多真王手段都没有触及到前方的正主 五 没有办法了 杨开口 这是在释放信号 他挡不住神秘的真王 即将解除体内的封印 他要全面复苏了 不去理会那所谓的伤势了 王轩有俗感 控制那片璀璨夺目 仿佛照亮诸天万界的道文 使之悬浮而起 在压制杨的同时 也在防御 杨忍无可忍 因为他身体炸开了部分 太血腥于惨烈了 被那沙利宇宙形成的文字重创 一席间 他的真王气息暴涨 比刚才强了一大截 确实变得很可怖 撑得上金氏骇俗的力量在归来 煞时间他从洞土下坐起 全面挣脱困境 而且他的命运轨迹改变了 不再被禁锢 砰的一声 这片归真场景在暗淡 迅速瓦解 没办法锁住他了 同时间 王轩也不能再对他放风筝了 现已精断了 没有人可以折辱全盛时期的我 杨开口 披头散发 满身血迹 他的实力确实大幅度提升了 但是 他身上的血迹 破烂的肉身 甚至断裂的真骨等 都没有被他在第一时间恢复 而且 王轩看到 他的体内有恐怖的奇景在外溢 他自身控制不住了 有失衡的迹象 杨 后面两位真王的星在下沉 王轩召唤回来杀力宇宙组成的道文 悬在近前 用以防身 现在 他不再牵引对方 驾驭迷雾中的小船 速度更快了 无处不在 真王领域自然扩张 他的双目盯着羊的体内 有一道血色的裂缝 自血肉身处蔓延到了精神 那就是真王羊没有愈合的伤痕 羊身体中有一道巨大而奇异的血口子 这种伤竟是如此的古怪 因为巨大的血色伤口内部 有恐怖的灾难景象在汹涌 要扩散到体外了 他收了一片天灾奇景 封印在体内 这就是他的伤吗 王轩很意外 这不只是伤 也像是某种机遇 羊似乎在炼化伤口内部世界中的天灾奇景蕴含的力量 惯我前路 天灾伟丽 就此不归无身 你坏我大事 给我去死吧 羊癫狂了 被迫解锁后 在野阵封不住那道血口子中的天灾奇景 羊虽然更危险了 但是自身也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王轩不可能等在原地 驾驭迷雾中的小船 瞬息退到深空 掠过很多腐朽的大宇宙 他没有彻底远去 而是在盯着羊内部的伤痕 在那里面 血色汪洋起伏 形成灾结 侵蚀外界的规则之光 天灾分很多种吗 上次无险些就解封 那时我看到的是黑雾滔滔 人影绰绰 和血色天灾不同 王轩自语 在他又一次瞬移后 附近的大宇宙在崩碎 燃烧 景象害人 羊解锁后 确实变得无比危险 你给我过来吧 羊身体震动 体内的伤口在滴血 那片血海奇景 在伤口内世界中冲击 都要绝体出来了 羊的大手蔓延过无尽深空 覆盖像迷雾这片方位 你以为解锁后 我就怕你了 王轩回应 身前的沙利宇宙构建的道文飞了出去 瞬间照亮这片宇宙海 在可怕的大碰撞中 很多沙利破碎 部分文字在熄灭 道文不完整了 但是他真的具备神威 便是那揭开封印的羊 都在被震的大口吐血 当然 这也可能和羊体内的恐怖变化有关 那道伤口在扩张 天灾奇景在倾泻 再伤他的真身 羊的前路断了 性命为矣 外人无力干预了 五停止追击 发出轻叹 他何须很清楚那种伤多么可怕 过来吧 杀个痛快 王轩点指羊 自己没有躲避 他想寄出那篇道文 来掂量解锁的真王到底多么恐怖 呵 你也给我解锁吧 我不信你的伤真的痊愈了 不揭开封印的话 你只能死 羊愤怒无比 杀了过来 他被逼到这一步 杀意滔天 下一刻这里爆发了最为恐怖的真王急波动 符文汪羊沸腾 羊各种手段进出 大道锁链贯穿虚空 非要锁住神秘的真王对手不可 奈何 王轩不给他机会 从容避开 而且 那篇道文在全面崩解的过程中 挡住了羊疯狂的进攻 王轩面色苍白 消耗很大 道文全面焚烧 杀力尽毁 所有文字都消失了 再写一篇的话 会很吃力 他自语 不过 他树地抬头 持续大战后 羊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 他的身体在破裂 元神在暗淡 亮亮呛呛 为什么你没有伤 怎么可能全面愈合了 羊有些难以接受 我不是败在你的手里 是天灾出事了 啊 他在低吼 接着 他发现了让他毛骨悚然真相 他以右手向着体内的血色伤口中抓去 你是谁 他凄厉毕大叫 脸上写满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在盯着体内世界中的天灾奇景 哭的一声 羊原本就暗淡且四分五裂的元神 突然就爆碎了 而且迅速熄灭 成为灰烬 第1398章中篇有伤天河 羊 五全身发光 真王符文沸腾 让境前的腐朽宇宙崩碎 他感受到了 同伴瞬息暴毙 枪的一声 虚的模糊身影也流动出灭界奇景 危险指数暴涨 死死地盯着前方 王轩心头悸动 这实在太出乎他的预料了 虽然他刚度截到真王领域中 但是却也有信心拿下这位病王 可是他实在没有想到 羊最终竟会以这样的方式落幕 结束一生 那可是一位真王 死得过于突然了 羊到底看到了什么 临死前居然凄厉大叫 盯着体内 且右手血淋淋 刺穿自己肉身最深处区域 这种情况相当的诡异和可怕 他屠物地反手露自身 毫不手软与犹豫 羊的肉身破破烂烂 白骨都露出来了 大多都是承受王轩的攻击所致 额骨更是破碎了部分 在其头颅内部 原神没有了 全面烧成灰烬 永远地熄灭 正常来讲 真王难灭 以特殊手段也要斩杀多次才行 武尘声道 部分传说都是真的 我等养伤失败后 压制不住天灾奇景 那么很可能就会是这种下场 真的会有轮回的王出现 居皱眉 他以为前方持顶的对手也是老牌真王 因此正常传音 没有掩饰 王轩听到后 心头巨震 真王的伤比他想象的还要神秘 天灾奇景中又还有其他生灵 可以回归 取而代之 五滴雨 甚至 新出来的生灵 可能就是导致天灾出现的可怕存在 天灾中包含了太多的东西 正是因为如此 我等想要炼化 杨好与吸收吊伤 颇为艰难 他已经彻底冷静下来 没有妄动 事情既然已发生 再也无力改变 他不想再树心底 果然 血淋淋的现场 可怕的变化明显还未结束 杨的身体本源所在 那道伤也就是血口子 在流出来烟红的光 扩张向全身各处 煞时间 他的真王之躯比此前更为璀璨了 遍体赤红 连法司都像是染血了 并发出刺目的神王 阳体内的封印彻底崩了 压不住天灾 有奇景在蔓延 都到了他的体外 那是一片血海 星红带着光 很刺目 异常甚人 天灾血海奇景出世后 像是能毁灭万灵 吞噬万物 腐蚀诸宇宙 连时间与空间都断断续续了 东的一生 王轩手中的石顶巨阵 顶壁上绽放出永恒的真王纹理 他在严肃戒备与防御 想看看后续变化 后世的真王 都很强啊 被取代的杨开口了 发出精神波动 但是很明显 这肯定不是他了 因为 他的元神平谱不对路了 和过去完全不同 而且他自身也没有什么掩饰 杨 走好 武在远处发出沉重的叹息 身上沸腾的真王符文熄灭了 虽然他和杨的关系不错 但是为了杨 他已经和一位神秘的真王结仇 连石顶因此失去了 他不可能再为死去的杨出手 竖起心敌 须身上流动出的灭界景象也消失了 危险指数奏降 他一接受现实 道 这种生物重新走了出来 不是当年被困在天灾奇景中的最为古老的真王 就是栽主自身的残碎体再现 王宣诧异 这些真王体内的伤都太古怪了 不止涉及天灾奇景 内部境还有生灵 宛若轮回 可以挣脱出来 道友 怎么称呼 杨的肉身中有元神之光照耀 主动开口打招呼 王 王宣伟自己起了单字名 符合实力 也很契合他真身之名 同时他也询问对方的名字 目前 他不想再和天灾奇景中归来的怪物起冲突 他需要时间去沉淀 不管对方是古老的真王回归 还是破碎的栽主再现时间 他都不处 时间在他这边 你可以称我为血 从伤口中内的天灾奇景中脱困出来的新真王这样说道 这个名字 让附近的真王都心中一领 不会真和血海天灾的元主有关吧 这样的话 连武和须都忌惮不已 见过血兄 王宣平和弟说道 很难想象 前脚还和对方死磕呢 后面他和这具肉身之间又气氛融洽了 血微笑点头 但很快又眉头伸锁到 我身上有伤 这天灾奇景对我来说 也颇为麻烦 最主要的是 继承磁体 前身于冥冥中留下怨憎 真王虽然超脱于因果命运之外 但我也有些顾虑 在犹豫要不要短暂为他出手一次 老邦子 王宣不说话了 死了一位真王 又来了一个更为古老的强敌 甚是不妙 此人若是完整形态的话 也许曾经超出了真王的范畴 王宣面色严肃起来 没有多说什么 深吸一口规则之光后 他全身都流动绚烂的符文 变得冷漠起来 冰着心王 在王宣的头顶上方 浓郁的超凡因数蒸腾 遇到原池发光 数以百计的源头之地朦胧的显照 这一次 王宣右手画动 在深空中刻字 超越纪文的威能 他写下无上道文 而这一次载体不再是沙利宇宙 眼下 在他附近 大道的痕迹全部具现出来 在他挥洒间 他顶骨上方的那些源头中 道之萌芽破土而出 全被他牵引下来 成为笔画 组成他指尖前方的大道文字 这相当的吃力 但是王宣已经成功挥洒成天 在其周围 莫名的恐怖气机在流动 有种要震杀英六界 所有对手的霸道架势 他的法撕扬了起来 眼角眉梢都带着煞气 纵然是破碎的栽主再现又如何 他想试一试 后方 五和须都有瞬间的经济感 意识到 这种大道篇章更为危险 早先的沙利宇宙构建的道文都 已经重创了阳 甚至将之逼迫的解锁自身 因此暴毙 现在 这种道之萌芽 演化为无上天章 在深空中自自放光 彻底照亮了永恒的黑暗之地 真王都面色严肃 感觉这要是打出来 不可预料 道友 我只是随口一提 没想和你开战 不要这么冲动啊 却开口 重新露出温和的笑容 表示他没有恶意 两者兼不需要火拼 他进一步说道 说起来 我还是因为道友而出事 这是善果 王轩很想给对方来一下重击 刚才写的脸色可不是这样 但是 他考虑了下 带谁干谁的话 会引发各种不可预测的事端 比如 布偶 巨人可能会对他忌惮 尤其是 虚 我还在旁呢 他们巴不得出他和血决一死战 王轩点了点头 道 这样啊 我们坚没有误会就好 他站在道之萌芽组成的禁忌篇章上 后者承载着他 顿时他像是踏足在万法之上 周身被那些文字腾起的符文光束缭绕着 却心中为惊 这后世的真王太凶了 刚才让他都颇为不安 他觉察到 那种手段导致对方的危险指数暴涨 他刚才冲动了 想掂量下这个时代的真王水准 这是险些截下非同一般的强敌 这是杨遗留的大部分精益 还没有散尽 属于道友的战力艇 可以参照下 却开口说道 他伸手一点 一团青光飞了出去 他觉得既然决定不为敌 那还不如康他人之楷 大方到底 果然 王轩露出笑意 点破光团 接受了密密麻麻的真王精烙印 至此他对写的恶感才削减下去 而且 他主动打招呼 道 血兄 你看 在你后方的两人 都是杨的挚友 你杀了杨 他们对你男友善意 要不要你我联手 和他们战上一场 远处 武和虚心头翻腾起波澜 安娇晦气 此消彼长 他们有种无言的苦涩 自己这边的真王被干掉了 蜕变出一个新对手真王 虚沉声道 血道友 我们无意开战 到了你我这的层面 还有什么看不开的 所有过往都可放下 我等都是在争渡 一切都是为了归真 武也点头 表示认可 今天他和虚已经心神疲惫 不想再战 那的王非常危险 再加上一个血 后果难料 暗中 武和虚都已经准备顿走了 若是被阻击 他们将去投奔昔日的老朋友 血点头道 我只是在证命 想活着回来 其实我不想和任何人开启战端 接着 他又看向王轩 道 王兄 斩杀真王有伤天河 王轩顿时无言 心说 你刚才不是干掉一个妈 仔细算下来 杨并不是王轩急杀的 这账不能算在他的头上 血也意识到了问题 面色略显难看 叹道 我手上已经沾染了一条真王命 这天灾奇景虽然毁不了我 但是 问题也很大 有伤天河啊 我的去化解 各位 再见 他一闪身 就此消失 前往深空尽头 我们无意与你再战 薛和武同时开口 两人深深看了一眼王轩 转身就走 一场真王大战就这样落幕了 王轩没有追击 战时也不想再血拼了 英六地界平和越久 他则越会强大 不说再次冲冠 但是这次在真王领域稳固一段岁月后 他的道行还能提升呢 毕竟 他刚渡截完毕 还属于新王 在这个领域刚上路而已 天灾 必杀名单 真王的伤 这些该去了解清楚了 王轩背负双手 站在迷雾中的小船上 悠悠而行 准备去找巨人真王好好聊一聊